许诗友打篮球的照片 看他的架势 不像是投篮 倒像是练少林功夫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4年1月16日 拍摄地点是南京市中山东路体育馆 照片中的许诗友 刚刚投出一个篮球 看他这架势 真不像是投篮 倒像是在练少林功夫 看他的双手一千一厚 我猜测 他投出的篮球肯定很悬 许诗友的少林功夫 肯定是真的 如假包换 他八岁的时候 就上了松山少林寺 他在这里 七五八年 练就了一身的本领 许诗友的功夫 到底有多高呢 据他自己回忆 账把高的房子 他一纵身就能跳上去 还不能踩碎瓦片 他说的这是轻功 他的掌力也很厉害 也就是所谓的铁砂掌 他能抓人一把肉 插人五个洞 虽然许诗友的功夫很高 但要说他的球技如何高 我们还是颇存怀疑的 毕竟树叶有专攻嘛 那天晚上的篮球赛 有两支队伍参加 一支是由江苏丹阳农民组成的民间队 一支是由南京军区组成的将军队 将军队的队长就是许诗友上将 身批67号球一 王平上将担负着将军队教练的角色 聂凤志上将身批69号球一 张帆中将身批68号球一 还有吴华多少将 高后梁少将 蔡勇少将等 两支球队的比赛结果如何 结果是将军队 以64比54 赢得了比赛 至于民间队到底有没有放水 我们不得而知 无所谓了 反正是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 订阅我 一起聊聊